伊朗国防部长艾哈迈德·瓦西迪2号说 伊朗打算自行生产远程防空导弹 俄罗斯新闻社推断 瓦西迪这番表态可能与俄罗斯方面搁置 向一方交付S300型防空导弹系统有关 联合国安理会6月9号通过对伊朗新一轮制裁决议之后 俄罗斯表示将冻结向一方交付S300导弹系统 S300是俄军最先进的防空导弹系统之一 能够同时向多个目标发起攻击 具有拦截飞机 巡航导弹和战术弹道导弹的能力 带领韩国队在南非世界杯上成功打入16强的 韩国主帅许丁茂二号宣布 将放弃留任韩国国家队主教练一职 今后将花更多的时间在家人身上 许丁茂于2007年12月起接掌率印 他的合同在2010年南非世界杯结束之后到期 虽然他在南非世界杯之后接到了韩国族协的留任建议 但是许丁茂仍然决定辞职 韩国族协将于本月7号召开技术会议 着手韩国国家队的选率工作 为了增加韩国航线的上座率 3号日本刺程县小美玉市的刺程机场 举办了一场韩国文化宣传会 会上展出了在韩国电视剧《大长津》中出现过的 一种叫做苏拉桑的宫廷料理 此外像泡菜这样具有韩国特色的商品 也受到了旅客的欢迎 即将于今年9月份开通的韩国人川航线 是刺程机场国际航线当中唯一的一条定期航线 机场方面希望通过举行类似的活动 来宣传韩国的魅力增加上座率 由于餐盒价格上涨 穿梭在印度一些大城市 为上班族提供送餐服务的送餐工联合会 决定从本月开始提高送餐费用 每次服务将比之前多收取50到60卢比约合一美元 在印度一些上班族的工作地点离家远 但是又希望吃到家里的饭菜 送餐服务应运而生 送餐工需要先到顾客家中取做好的饭菜 再送到工作地点 在孟买大约有5000多名送餐工 他们每天为25万上班族提供服务 好我们继续来看中国东盟自贸区 启动半年系列报道 中国东盟自贸区启动以来 随着经贸合作的加深 东盟各国之间的旅游可以说是更为便捷了 那我们的记者日前就沿着从昆明到曼谷的昆曼公路 一路南下体验了一日三地 招发西质的全过程 在中国云南和老挝接壤的边境小镇摩罕 今年一到六月份 第三国人员出入境人数同比增长了8% 这是因为摩罕被靠西松满纳旅游风景区 接壤老挝又直通泰国 得天独合的地理位置 让摩罕逐渐成为中国通往东南亚的一个重要的旅游中转站 而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立让签证手续更简化 也让这个中转站更加热闹了 现在越来越多的旅行者开始选择自驾车边境游 那么对于中国的公民来说呢 只要带上一个具有老挝签证的护照 同时一个自己的驾驶证 还有一个行驶证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墨罕口岸 办理三份项这样的一些相关许可证 就可以到对岸的老挝自由地出行了 那么刚才整个手续办下来 我体验了一下 只要大概20分钟左右 行驶在昆万公路上一路很少能够见到高楼大厦 满眼的田园风光 不禁让人的心情也放慢了许多 老挝不着修饰的自然美 成为很多背包客的最爱 在路上我们就遇到了来自西西南的爱恩和纳塔沙 他们已经结伴在老挝走了两个多月了 像爱恩和纳塔沙这样的深度旅游方式 已经成为了许多背包客们的首选 而作为一个中国游客 在体验一国风情的过程当中 更多了一分熟悉感 在这次走访老挝缅甸和泰国的行程当中 我们发现几乎各个景点都有中文告示牌 而人民币 老币 泰币 甚至在边境城市都可以通行 这样更方便了游客们的出行 从老挝的边境城市会赛 搭乘像这样的国际渡船 只要两三分钟就可以抵达对岸 泰国的边境城市青孔 从中国云南的摩罕 我们穿越了老挝最后来到了泰国的青孔 一天的行程伴着夕阳西下结束了 未来中国动物自贸区各国的签证办理手续 有望进一步简化 以后像欧洲申根国家那样 在自贸区只办了一张申根签证 就可以畅行无阻的梦想 很快就会实现了 最后我们来看一年一度的 阿联酋阿布扎比圣夏节文化活动 于二号拉开了帷幕 圣夏节除了娱乐表演之外呢 还有很多群众参与性的活动 那不管是大人还是小朋友 都可以亲身的参与其中 体验夏日的乐趣 色火的焦阳下 阿布扎比圣夏节 却给人们带来了无限的乐趣 充满活力的节目轮番登场 表演吸引了众多阿联酋国内居民 和国际游客前来观看 在熙熙攘攘的商业中心 和展览中心内 游客们都可以欣赏到 丰富多彩的文艺演出 感受阿布扎比圣夏节的热情 位于首都阿布扎比的 国家展览中心 曾经举办过多届 阿布扎比圣夏节 各种文艺活动 艺术教育活动 吸引了很多儿童和成年人 不过其中 最快乐的就要属孩子们了 这是军女音乐团 第一次参加阿布扎比圣夏节 他们为观众奉献了 非常精彩的爱国歌曲和文艺曲目 几百人同时演奏 这样的场面 在阿布扎比圣夏节并不多见 参加活动的观众 也加入到他们的演奏行列当中 为他们打起了拍子 这是亚洲风采 倾听亚洲的